新世界的格局,石油之争,回首这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,发现我们现成的世界格局,是经过新风血缘孽重生的。 莫然回首,发现我们的百姓也是经过战战兢兢,而反来国泰民安的。 而在那一场场的战役中,什么事是处于最主要的位置呢? 军事,都说政治,军事,外交都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,只有其中利害关系,怎么去应验,怎么去机智的临时处理,都是在考验制谋的。 而军事,就是那一个在战争胜败中很重要的一环,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本国的综合国力,国际地位。 军事,也是十分考验指挥官能力的时候,在军事历史上,只有夺得了最后的胜利,才是可以评价指挥官的无可否认的证据。 沙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土豪国家,石油,铝油和金融投资,带来了无尽的财富,除了这些对外投资,也是沙特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。 据沙特经济报报道,自2003年1月初至2015年6月底,沙特对外直接投资超过414亿美元,但是,沙特也希望可以在本国发展更多的现代交通,工业和科技,已经一步实现持续发展的愿望。 因此,在今年,沙特日我国签署了700亿美元巨额大单,这些合作设计缘由,石化,交通,核能,荒野等领域,中国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,在沙特投资电厂,帮助沙特发展非石油经济。 沙特的能够将其先进的石化技术和经验,应用于庞大的中国市场,沙特也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定格国,像美国,法国,英国和德国等等国家采购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军火。 但是,近期以来,沙特也表现出对科技水平越来越高,而且愿意进行技术转账的中国武器的浓厚兴趣。 在早期我国就曾经出口东风弹道导弹给沙特,近年以来,又相信出口能自行游弹炮,武装无人机和空对地导弹给沙特。 俄罗斯,国际原油为什么是60美金,这个价位对美国液盐油会造成强大压力,同时又能保证俄罗斯开采时有有利可图,堪称一件双表。 七,沙特也曾经多次到我国考察,远程火箭号,精确制导炮弹,数据链,电子对抗系统,新一代只能无人机和尖三十一隐身战机等武器,预计在未来几年,很有可能继续签下大额武器订单。 三,而总观军事历史,迎取和平的方法,并不适合名多优越,产业有多发达,就可以解决的,只有坚实的军事势力上才能解决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? 因此,俄罗斯和沙特匹增产,本质上是制衡美国,尽管高油价令他们受益,但高油价为了美国液盐油,趁其增加产量和出口。 以退市更多全球市场贩额,事实证明,美国确实来势汹汹,在欧洲市场,美国原油正积极抢占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贩额,而在亚洲市场,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过中国,在贸易谈判中,已经明示承诺,增加美国石油天然气进口。 中国加大进口美国石油,这个潜力是巨大的。 数据预测,至2018年末,中国原油消费战世界比例将提升13%,一年要花掉上万亿人民币购买。 目前,中国仅有1.8%美元油进口来自美国,这个比例很快会一数倍增长。 未来三到五年,美国向中国出口10亿油,保守估计年均达到500亿美元。 很多人不知道,美地才是真正的能源大国。 算上页岩油,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储备国、产量国、出口国、差不多俄罗斯和沙特。 更厉害的是,美国页岩油行业精力去抗改、去产能,将成本供给测改革。 成本已经大幅降低,有了较把传统石油的底气,前页岩油公司成本在55美金左右。 如果油价长期运行在60美金以上,页岩油生产商将大幅扩充产能,行业成本也将加速下降。 最终对传统石油生产国构成威胁和挑战。 对中国来说,主要产油国之间闹内控,油价突然的下滑,算得上是利好。 咱们也迎来了喘息机会,毕竟油价是通胀阵目,前一发而动全身。 如果时空打仗,中国面临巨大通胀压力,将逼破央行加息,甚至绑地插抛没也可能破裂。 油价重新洗台后,中国从受能源潜质的国家,变成了产油国竞相拉拢的香波波。 现在,美国,沙特,俄罗斯,委内瑞拉四大产油国,对中国可谓是个白鬼胎。 委内瑞拉作为中国老朋友,此前咱们一直是他的接主,但中国现在更多进口美国,将会减少从委内瑞拉进口。 对于内乱中的委内瑞拉,他们总统马杜罗的政治生涯,将更加危险。 沙特现在也很忐忑,他们想搞清楚,中国增加美国进口原油,会不会减少对沙特的进口。 更重要的是,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,让开马六甲海峡。 在巴基斯坦光达尔岛投资建设石油码头,会启用吗? 而俄罗斯也很棘手,这个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,现在面临美国的强力挤压,中俄原油管道投资和运输,进程如期还是会延长。 中国会不会减少从俄罗斯进口? 一切存在变数,而美国显然是最大赢家,轻松把别人的肉,抢到了自己的碗里,这对美国的石油战略,将是一次重大的突破。 对中国来说,无非是保给俄罗斯沙特的肉,重新分配给美国,我们自己并没有多大损失。 而且美国的石油,在价格上几乎是最低的,但中新时间告诉我们,在芯片我们被掐脖子,如果能源患上美国依赖症,包括农产品等大量进口,会让我们非常被动。 国际油价下跌,中国收入是通胀压力缓解,但美国掀起的能源大战,远远还没有结束,我们不能好了三八忘了通。 毕竟,没有高科技,我们还能活,但如果吃和行都被别人控制,有再多的房子,也只是空中楼阁,万一哪天粮食危机爆发,那可真会要命的。 为什么中国总是能赢? 毕竟认为19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,20世纪初转到了纽约,到了战后70年代,80年代则转到了东京,而21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。 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? 其实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,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。 关于美元流技术分析,从周二上破新高70,周三的API与EIA刷刷力多的情况下,又一次顺势上破新高72,周四更惊人的是上破了73.5,这是14年11月至今的新高。 周一再次抓新高点,最高70次附近一线位置,本周原流价格啊,一次一次的上破多头十分强势。 不过其中主要原因都是由基本面导致,而这种爆量是上涨,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后期延续新问题,当前无法预测究竟能走到达。 但随着基本面欧佩克增产幅度的继续上涨,后市油甲还将回落。 但操作上建议,还需先以顺势高空低多为主,当前已经锁出高点,还需警惕又冲高回落的可能性。 而在临时上涨后,技术面上预计回调幅度也不会太大,只能给出相对保守做多点位。 笔者认为下周原价还会进一步上涨,所以操作上一座度为主。 我本期师潘老师整理,专注于行情分析,风险控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